阿弥陀佛以本愿 以无量界修行功德加持给我们 让我们的烦恼业障消除 烦恼业障不消除 怎么能得无上屋 无上屋是一切众生自信本来居住的 不是从未来的 只是我们烦恼业障给它长出了 阿弥陀的本愿功德 能帮助我们消除一顿 说实在的话 弥陀的帮助是云 因是什么 因是自信 自信本有 自信本有如来智慧得相 自信没有烦恼吸气一掌 那没有的 虽然佛加持 还得自己 有几分努力 而自己的真看呢 真心真愿 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念念 同福善根佛德 这就是你业障 为什么消掉 你烦恼 为什么不见了 道理就在此地 道理搞清楚 搞明白 一般就不怀疑了 由念而入五年 现前我们有念了 念久了之后 就到五年了 五年是什么 三亿先前了 现在我们有忘念 有擦念 常常扰乱我们正念 念久了 这个忘念跟杂念越来越少 少到最后没有了 这个东西没有了 就是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功夫有亲身 还有习气 习气 死也心不乱 习气没有了 理也心不乱 因往生而起无神 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就震得无神 经上所说的 无神法人 你对于一切法不散 一切法不灭 你承认 你承认了 你认苦了 你亲眼看见了 知道一切法不神 一切法不明 你怎么看见呢 你能把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掌握住了 你就看见了 那是多深的天空 这样威胁的念头 这么快速的念头 你能掌握住它 你能见到它 好